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方面爆料 民进党提名的桃园市长参选人 新竹市长林志坚 涉嫌论文抄袭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洪威爆料 民进党提名的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2008年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抄袭对象是某招标案的结案报告 甚至连错字都一样 王洪威炮轰林志坚 尽快退出选举 不要侮辱新竹桃园市民的智商 林志坚则回应称 论文写作中间过程完全没有问题 这些爆料先前也被公布过 他惊得起考验 台北市长柯文哲被问到 对林志坚涉嫌抄袭有何看法时 回应道 大家每天都在喝酒吃饭 哪有办法写硕士论文 别骗人了 并调侃称 要是不知道之前干过什么坏事 去选举就知道 讽刺挖参选人的历史问题 已经成了台湾选战的 基本操作 无独有偶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 柯志恩也被曝论文 曾经一搞二头 成了民进党攻击抹黑的把柄 台媒评论认为 挖掘参选人的学术问题 或将是这次县市长选举的 攻防手段之一 中选人的历史 都比较大 上一阶